二十九,自負雜誌,普京頭號敵人Bill Browder,永不投資俄羅斯 2015年7月18日Thai Money Wealth A066 069焦點人民吳嘉義由俄羅斯最大的外資,變成永不涉足新興市場 由全民眾的普京的人,變成普京的頭號的人 Bill Browder 說,我寧願從來沒有投資俄羅斯 這名美國出生,英國籍的基金經理,生於一個共產家庭 從俄羅斯市場賺取了數十億帝的財富,卻保不住他律師的性命 普京在電視台播放關於他的不利消息 他就絕書將俄羅斯官員的醜聞公諸於世 俄國將他列為通緝犯,他卻成功在美國推動人權法案 令多名俄羅斯官員無法獲得美國簽證 本刊記者稱呼英國倫敦 與這位投資者談及他在俄羅斯一段痛苦又全其的經歷 在倫敦一撞不起眼的寫字樓 記者走進去Metitracept Management 的辦公室 白色的長身駕滿了世界各地關於Bill Browder 的報導 當中以英語及我語為主,Browder 指 多年來,我一直極力向傳媒揭露俄羅斯投資市場的種種不供 駕光勾褲無寬眼鏡的他,穿隔有打胎的西裝 說話語氣斯文,此一位學者多過基金經理 更別說是一位夠膽惹老國政府及警察的維權人士 在今年,他更出版Red Notice 《How I Become Puteens No.1》一書 將自己在俄羅斯的投資經歷完完整整地寫出來 當中包括了他如何成為俄國最大規模的外國投資者 及後如何揭發俄國的企語克斯普的醜聞 替他工作的律師Sarge Manitsky如何被捕並死在獄中 Browder把所有涉判人士的性命通通記在下來 不怕有性命危險嗎? 著書寫下潛在加害者某程度上這本書反而保護了我 我將所有有可能會殺害我的人物傳寫下來 公主於世,換言之,當我有什麼閃失 人們會知道從何開始調查 雖然我也不肯定保護作用有多大 但這本書肯定會提升了他人加害我的成本 每年到俄羅斯工作的外國人,又豈止Browder一人 但大多數人都不會與強權對抗 我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只是感到非常憤怒 不能讓這群人逍遙法外,問及他是否正受到保護 他回答道:「我不會向傳媒公開我的保安狀況。」 對投資者而言,俄羅斯是金磚四國之一 也是能源大國,一度是基金界的寵意 但俄國近年更因烏克蘭政治問題而遭歐盟制裁 俄國跟巴西等國在金融海嘯後經濟有美有見喜悉 金磚四國投資主題已漸成過去式,有比於一般人 俄羅斯市場對Browder別具意義,這一切得由頭說起 二十年代Browder的祖父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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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國公運領袖 曾在蘇聯生活,取了當地一名律師為妻 更憎代表共產黨參選美國總統 生於一個有濃厚共產氣氛之家,Browder卻生性反叛 年少時他想盜擊老爸的妙絕點只成為資本家 於是他口進史丹福商學院,加入投資銀行當學徒 乘蘇聯瓦解賺上億美元從那時起我就想投資於東歐 冷戰過後,美國人對俄羅斯仍抱極大敵意,Browder卻看得俄羅斯大有可為 九十年代初蘇聯瓦解,俄國政府還富於民 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向民眾發放私有化勸 其時民眾憑勸能分到國企資產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股權 不過封閉已久的俄國人,根本不明白這些私有化勸的價值 寧願將之以幾塊錢售出來買之福特加 於是Browder成功勸服他在所羅門兄弟 九十年代首屈一指的投降,的上司 在當地大收入超過2500萬美元的私有化勸 他在書中道,短短時間內 我們2500萬美元的組合就變為1.25億美元 我們賺了1億美元 經此一役,Browder可為聲名大熱燥,大名頂頂的索羅斯 George Soros或鄧普頓 Sir John Templeton都向他請教俄羅斯投資資道 Browder更趁勢自立門戶成立Hermitage基金公司 在他眼中,開放初期的俄羅斯機會處處 不少能源公司的價值被低估8至9成 即使及後俄羅斯經歷1998年違約事件 令他的基金一到大錯9成 但他由憑一連串的股東維權行動 成功令基金表現大翻身 成為當地最大的外國投資者 基金規模達45億美元 而Browder更多次入選全球最賺錢的基金經理 連收入等限過億英當 律師員工入獄定死獄中學為股東維權行動 Browder當年發覺不少俄國油企的股值極低殘 以俄國石油巨企Gasprom為例 90年代的Gasprom相比競爭對首與英國的B.P.公司 價值便宜九成 原因是企業管治差勁 管理層師自將公司的油田以賤價授與親友 但即使計入這些因素 企業價值仍然被嚴重低估 他的做法是買入股份 並公開管理層賤賣資產的醜聞 及列出企業仍然擁有的資產 於是再及後掃念 Gasprom的股價上升於百倍 我管你的金錢很龐大 有責任保護客人的資產 而在俄羅斯 如果你不想逼人偷你的錢 你一定要硬 當年他胸口瓜哥勇自來揭發劇棋的醜聞卻絲毫無損 原因是當時俄羅斯一群雙普傳言 這位美國人背後別有人 M.U.那人正是時任總統普京 因為事件曝光後 Gasprom的CEO 船隻被拉下馬 讓外界以為普京有改革經濟的決心 他指自己從未月普京見面 以事實指示普京借他的手來 診除一個有一個的敵人而移 及後普京權力與吹鞏固 Brother就變得毫無利用價值 情況自此急轉席下 2005年俄國以威脅國家安全禁止Brother入境 其公司被控逃稅4400萬美元 2007年俄羅斯警方大舉搜查其莫斯科辦公室 被指為非法搜索 當時Brother已將其下數百億資產淨淨賣走 又撤走多名員工往海外 唯獨人權律師Sergei Magnitsky不肯離開 最後他被控逃稅而入獄並病死獄中 直到死前始終未正式受審 我國則多次要求國際刑警通緝Brother 但遭國際刑警拒絕 我估股價在低亦不可取如果可以從頭來過 我不會選擇這一條路 我寧可不要者設財富 不去俄羅斯 都不想失去我的同事 CJ死時只有三十七歲 Brother語氣平靜地說 他後來一心為Sergei Magnitsky平反 促成美國總統奧巴馬 Barek Obama簽下 Magnitsky Act 多名Sergei 俄羅斯官員無法獲得美國簽證 他們的美國資產也被凍結 俄羅斯政府對我痛恨非常 甚至想將我置諸死地 俄羅斯近年就烏克蘭跟西方國家開火 Brother也將支撼成一場陰謀 實情是當經濟表現平穩時 普京的支持度穩定高企 但俄國經濟轉差 因此他要製造一場大龍鳳來轉移人民 是烏克蘭從來不是地緣政治問題 而是執政者要鞏固自己的權力 記者看他說得那麼肯定 不禁問道 你真的這樣認為? 這不是我認為 而是客觀事實如此 你將所有證據連在一起 便會得出此答案 Brother指自己於俄羅斯以無任何投資 這個市場太危險了 不管市場有幾低 由於哪個意 盈利很可能被偷去 價格有幾低也使於是無保 數據顯示 多年來俄國股市的股值一向徘徊於單位數 遠遠低於成熟市場及其他新興市場 反映投資者看淡該股市 而正當中國、印度兩大金磚國家都在推行改革時 他批評俄羅斯及沒有任何改革行動 整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封閉 俄羅斯在歐盟的經濟制裁後 去年股市大錯一半 但今年以來反彈如兩成 當然 每一個人也可以短炒方式在俄羅斯賺錢 但如果你打算將一筆錢放在俄羅斯五年 而不作任何改動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 你會食錢收場 不想再投資新興市場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醒 羅斯曾經推出新興市場基金 但在早前也將資關閉 將資金退回客戶 他指 我不想再投資於新興市場了 現時他只會投資在有發自的地方如西歐及美國 可視 近年歐美銀行不是也經常爆出醜聞嗎? 洗黑錢、操控利率及費等新聞接連不斷 動搖外界信心 成熟市場值更高日價任何事也不完美 關鍵是市場有沒有完善機制保障你 假設你在英國的投資被侵害 你可以告上法庭 不用怕對手是重要人物而得不到公平靈訊 相反 如果你在泰國遇到此情況 而對方是有勢力人士的話 你不一定有公平的靈訊 基於這一點 他認為成熟市場應該比新興國家擁有更高日價 過去十五年來 投資者沒有將法治、產權及民主等因素放入投資考慮 而是純粹依據經濟數據而行 結果是新興市場的估值遠較成熟國家昂貴 但在過去幾年開始 新興市場已在走下坡 證明了我的想法是對的 我認為長遠而言新興市場的估值會進一步被調低 他如何看中國?我對中國沒有太多認識 只能說當任何一個國家 若領導者不是由人民選出來 而這個人即使做錯都不會被踢走的話 即使說沒有競爭力 做得不好就會被踢走是個很好的自我修復機制 外國投資者近年對新興市場的興趣的確冷淡 對於中國股市更普極大疑問 但當談及場赤槍 是不少投資者仍然認為經濟增長較標稱的新興市場 長型跑贏成熟市場 但Brother就表示 GDP增長與股市表現從來沒有關係 1999年至2005年中國股市表現糟高 經濟增長卻限兩例 而今年首幾個月中國股市大升 經濟卻再放緩 所以說 經濟增長高並不代表股市會好 開口 開口 分開抗